HELLO,我是一涵,迷你世界第二季的第33期 從快逃下來,滿臉不開心,一晚上就只刷到了一隻野人獵手 刷過來的效率真的好慢好慢啊 回到花園中,我的氧氣果槍全部長滿了 第一次看到全部長滿的氧氣果,好的花園也全都成熟了 拍個照,合影留念一下 我的狼群也全部都長高高了,來來來,再給你們吃點雞腿 我的狼群軍團很快就要成立了,現在我還要做一項實驗 據說混亂黑龍的雕像可以在範圍32x32區間消去怪物 其實32有多大,你們有概念嗎? 不過想要讓混亂黑龍的雕像實現,必須要有3x3的孔雀石塊底座才行 還好之前下礦洞收集了很多的孔雀石塊 藏庫裡剛好就有40顆 我記得地窖裡還存放這5顆孔雀石塊呢 這就去拿 雖然地窖已經殘破不堪 但還是有5個鑽石塊和2個紋龍石 這次我要把孔雀石塊帶走 我以後一定要把地窖修復得更加精緻 現在材料有了,要放哪裡試一下呢? 我想了一下,還是在庭院裡吧 庭院裡匡廣呀,也容易刷怪 現在就把混亂黑龍給的雕像放上去就可以了 黑色的混亂黑龍雕像發著紫黑色的光芒 一眼望去,附近一片和諧 安靜的都不像是野腕了 來到32的範圍有那麼廣嗎? 在養殖場裡出現了一些野怪,他們不會靠近過來吧 我想試一下能否嚇走野怪呢 我就過去吸引了一隻野人和野人獵手 他們現在正跟著過來呢 野人都走到了王座邊上了 看來是行不通的 好吧,只能夠看著兩隻野人和獵手搏鬥啦 最終兩隻同歸於盡 那我就好不客氣的剪下凋落的物品啦 雖然周圍是沒有辦法刷怪的 但是野怪還是可以走進來的啊 王座的作用還不是很明顯 我就準備帶向蒙眼星球實驗一番 不產生野怪也挺好的啊 那本期視頻先到這裡,下期見了,掰掰